运势对于我们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,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时候,也不管我们在哪里,总之我们离不开的,就是运势对于我们照顾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孩子出生那一年,对于他们全家来说,下半年可能要发财了,不管是事业上还是财运上,总之他们是最能发财转运,也是最能收获好运的你们家有这样的人吗? 我们一起来看看,1992年生肖侯出生在92年生肖属侯之人命理不缺金,只是等待时机而已,虽然在早些年会有一些不顺,甚至可以说是特别倒霉,但是在下半年年之后,流年运势利好奔命财运,加上你们自身的努力,和用不放弃的精神,会激发你们命理财运,加上事业上的机会,可以说是心想事成, 每梦成真做啥都顺风顺水,1998年生肖侯出生在1998年的生肖属侯之人这一生的机会可以说是很多的,而且你们身边的贵人也是很多,对于你们来说只要能抓住时机,那么身边的财运和横财运便会出人头地,下半年流年贵人闪现,催旺的命财运,对于你们而言只要抓住这次机会,便能一飞冲天好运相随, 贵人也是不间断,1988年生肖龙,1988年生肖树龙之人自命不凡,永远都是乐观达人,虽然早些年你们因为太岁的原因,在生活中有很多不顺的事情, 但是好在下半年之后流年天梭畸形进入你们的事业宫,此刻你们会在事业上顺风顺水,因为自身的努力,所以会有很好的贵人运势,也会有意外的横财大运,不管运势如何,努力之后都不会有遗憾, 感谢观看